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子受我任意出入职权 你们是何许任意 竟敢拦我 闪开 否则我告知曹子了 拿你们问罪 报警 皇叔来了 臣刘备拜见董贵妃 敢问 为何不见其他皇亲 陛下 只召见了你一人 陛下在哪里 病得重吗 陛下在礼坚如策 那容臣在此恭候 不 秦皇叔 也道礼坚如策 贵妃让臣如策见家 庆皇叔 如策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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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备呀 你不要奇怪 这宫中到处都是曹操的耳目 只有这厕所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你看见这个地方了吗 你看见这个地方了吗 他才是朕真正的地位 只有在这儿 朕才敢说句心底话 陛下 臣 臣心如道教 你不必难过 朕现在的处境 比前些年好多了 你知道吗 朕从继位的那天起 就沦为董卓的掌中玩物 那世间 董卓祸乱宫廷 奸淫嫔妃 号称上府 独掌朝政 董卓死后 朕又落入李国二贼手里 他们更是独如蝎蛇 恶如狼啊 好不容易 在董承国舅的谋划下 逃出了长安 可却又被曹操挟支到许昌来了 陛下 百前传言 曹丞相直立上官 是否 这话说得到也没错 曹操从没虐待朕 每月每季 他还献给朕吃永不尽的锦衣玉尸 但是 他独把曹政当朕的家作朕的主 把政关在这个金丝笼里 写天子领诸侯 不 而且只要实际一道 他必然篡夺地位 弃君子弟啊 皇叔 曹操明为汉相 实为汉贼 与董卓不同的是 曹操窃国不留贼名 对外反而显示出他是汉庭洞 人为齐天哪 曹操窃国 比董卓高明千百倍 昨日行列已足见一斑哪 陛下 陛下 请陛下放心 臣迟早定要受任此贱贼 忠幸大汉 以报皇恩 还请你 为何 你 你 要找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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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你 臣领旨 皇叔 请受朕以拜 陛下 万万不可 万万不可 朕这以拜 不是天子拜成功 而是辞职 拜书父 陛下 祝皇叔 擦干眼泪再处去 明明都是曹操的未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转 请留皇叔稍候 何事 外官深夜出宫 一律必须搜身 放肆 胆敢搜我的身 我砍你的头 如果不搜身 丞相也一样会砍了我的头 这是军令 请皇叔体谅 我砍你 阿姨 爱妃 来 待会儿老你把这道秘纸 封入朕的玉带之中 这两天朕会出宫祭祖 朕便把他交给一位忠臣 让他联络天下英雄 拘兵逃贼 这位忠臣可靠吗 可靠 谁 好 你的父亲 东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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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国舅 曹丞相 我听闻陛下在此祭祖 特意赶来与他同计 陛下还在吗 陛下刚刚祭霸 已经回宫 下官也正准备离去 你看我既已来此 你又正好还没走 不如请你陪陪我 咱们一同祭拜皇族可好 这 下官遵命 国舅请 丞相请 国舅 此处可真是个上达天翼下同灵犀的好地方 下官不明白丞相的意思 陛下单独照理到此 有何秘址啊 绝对没有 绝对没有 从近来到出去 陛下没有跟我说过任何话 当真 千真万确 陛下 他只是赏了我一副玉带 你看看 这不是说过话吗 岂止说话 还赏了你一样东西 我是说陛下并没有受过任何秘址 就是他 对 赶紧国舅 把他解下来让我细细地观赏可否 可以 可以 合适吗 合适吗 我也觉得合适 我看这根带子扎在我身上 比扎在国舅身上更合适 你说对不对啊 对 那么 曹某就厚着脸皮 请国舅把他转赠给我 请国舅把他转赠给我 这 可否 曹某 这个 这个 受败败 你 拖 你看 和 来 无福消受 国舅收好它吧 多谢 多谢 董国舅 你 你这是 刘皇叔 我们进屋说话 好吗 国舅请 陛下 在血赵中说 人伦之大 以父子为先 卑贱之礼 以君臣为重 曹贼欺君雅父 荼毒天下 祸乱朝纲 岂能哪 国之众臣 当年列祖 创业之艰难 天恩之好大 集结朝廷内外 诸臣义士 骑兵 搅滅奸党 复兴大汉 朕 气息复杖 义无忌 恨难绝盘 高祖在上 高祖在上 皇孙留备 奉赵 刘皇忠 刘皇忠 二位将军何故到此啊 丞相有令 向你立刻就去 那请二位稍后容我更衣 丞相只说让你立刻就去 可没说让你更衣 行 好 五律 马一 四 五 五 六 六 六 五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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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刘备拜见丞相 你在家做了一件好大的事 以为我不知道吗 不知丞相所指何事 众菜 堂堂当今皇叔侯爵将军 竟然像农夫一样地种起菜来了 难道我曹操供礼不足吗 不是 相府对我照料及时周到 是我自己闲来无事 突然想吃一口新鲜的韭菜了 于是就种下了 韭菜长得如何 很好 极为旺盛 收割头一刀韭菜的时候 别忘了给我一筐 我也要尝尝 好 在下甚感荣幸 走 记得千年争元术 烈日奄奄 将士们干渴难耐 连路都走不动了 我忽然心生一计 举边指至远处大叫 看呐 前方有一片梅林 将士们听了 欢声雷动 口中立刻生惊 拼命朝前方赶去 其实前头连一颗梅子也没有 但是将士们被梅子所用 营地却到了 丞相智谋过人 妄为止渴一事 定可成为传世名典 世代相传 丞相 刚才我进府门的时候 看见一具尸首抬了出去 一打听才知道 是丞相梦中将他斩杀 丞相真乃义人也 连睡梦中也要睁着一只眼 宣德 你是厚道人 我就跟你说实话吧 并非我梦中好杀人 睡觉就睡觉呗 杀什么人嘛 但是我一直担心 有人在我睡觉的时候 行刺我 怎么会呢 丞相多虑了 怎么不会 当年 我就是在董卓睡觉的时候 行刺他的 我能刺人 人也能刺我 所以就算是在睡觉的时候 也不可不防啊 那丞相是怎么提防呢 我就故意扬言 说我和我梦中杀人 所有人在我睡觉的时候靠近 都会有生命危险 下人将信将疑 这可不合 于是 今日晨午 我就再踏上贾妹 说梦话 下人以为我在换她 就上前伺候 我大叫一声 拔剑便刺 杀完了 我回去接着睡 睡醒了 假装不知道 一无所知 悲痛万分 我想此时此刻 早早梦中杀人的事 会一传十 十传百 从今往后 没有人敢在我睡觉的时候 靠近我 原来 丞相不在梦中 是世人 却在梦中 除了你留皇叔 来 好疯啊 疯从虎 云从龙 龙虎英雄 傲苍穹啊 说得好 宣德 你九历四方 阅人无数 必然接纳过不少英雄豪减 你说说 谁才是当时英雄 岂敢岂敢 在下一双俗眼 哪里拾的什么英雄啊 说说说说 不用客气 就算是未曾谋面 也会有耳闻嘛 说说 淮南元术 有称帝之志 虽称帝失败 但曾经独霸一方 算得上是英雄了 败君之将 种中苦苦 他活不了多久了 早晚必备我所情 那 河北元少 祖上四十三宫 兵经两足 虎聚千里济州 而且图谋天下 他算得上是英雄 袁少 色力而胆薄 优柔寡断 做大事 而牺牲 见小力 而妄议 绝非英雄 有一人 名列当世八郡 威震九州 刘景生 可称得上是英雄吧 刘表 有名无实 离英雄二字 还差得远呢 那一周刘继郁 可称得上英雄吗 刘章 虽然是皇室宗卿 不过是玉戒下的一条 看门狗而已 再有一人 血气方刚 江东领袖 孙伯福 一定可称得上英雄了 孙策是靠其父孙奸成名的 不算英雄 那 马腾 张秀 韩隋等被 丞相认为如何 都是些昏昏力图 碌碌小人 合作寡耻 除了这些 在下实不知道 该有谁 称得起英雄 那我告诉你 所谓英雄 应该胸怀大志 富有良猛 上 能洞察宇宙之庙 下 能吞吐天地之机 丞相说得好 可是 如此高的评价 天下谁忍荡得起 天下英雄 唯有刘备 和曹操 丞相言重 刘够了 刘备旗敢以丞相相提并文 丞相提并文 求得的 刘备旗敢以丞相交 丞相 宇宙之庙 刘备旗敢以丞相 我盟军三元上将 诸侯结晶 你二弟关羽 杯酒未凉 单刀匹马就斩了华雄 当他把华雄的头颅 抛到大堂上的时候 满堂诸侯结晶 唯有你 连眼皮都没动一下 其二 当我率五万铁骑攻伐徐州的时候 各路诸侯做官成败 没有一个人敢因为逃迁而跟我草草作对 唯有你 带了区区不到两千人马 来了 你明知道站不过我 你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为何 仁义 你为仁义而辞 可以不计生死 愿为天下贤 宇三 元树称帝 我奉旨逃逆 召天下诸侯来源 却没有一个人来助我 当我到达前线的时候 又是你在那儿等我 须知我根本就没有发赵给你 你却来了 为何呢 因为你是汉帝后裔 你最恨奸贼窜逆 是 玄德 原来我以为 仁义就是仁义 岂有他在 后来我明白了 仁义到了你这儿 这不光是世道人心辣 他还是杀人的力气 你的兵器不是双骨剑吗 在我看来 一把叫仁之剑 一把叫义之剑 有了这两把剑 还能不是英雄吗 见笑 见笑 一阵之危乃至于此 这雷包吓死了 英雄还怕打雷吗 迅雷乃天意 世人谁敢不为天意 况且刚才丞相所言 句句也如雷观耳啊 你看我说得对吗 说得对 在下也有一点疑问 敢请丞相直言相告 请讲 如我所料不错 丞相好几次都想杀在下 为何到现在还不杀呢 问得好啊 贤弟问得极是 要实话告诉你吧 第一 舍不得 自古以来就是 英雄相细吗 第二 你虽是英雄 却无用武之地 一个无用武之地的英雄 是无害于我曹操的 所以 我才能跟你相近如兵 青梅煮酒 论英雄 谢丞相 主公 探马来报 袁绍大外公存在 七日内 连下幽州七郡 并得降足十八万 粮草三十亿万弹 各种兵马器械无数 军先生 公孙瓒生死如何 公孙瓒暂败之后 筑起了一座易经楼 楼高十丈 是坚不可摧啊 内屯兵六万 储粮三十亿万 试图坚守待变 谁料想 袁绍派人 是绝地三尺啊 穿洞而入 直倒易经楼下 然后放起了大火 公孙瓒是走投无路 先杀了自己的妻妾 再杀子女 最后 他辞尽了 公孙瓒是我至交 待我有后恩 不料 就是这般下场 息在 痛在 公孙瓒败于袁绍 这我早有预料 但我没有料到的是 他败得这么快 我原以为 他再怎么窝囊 也能挺到明年吧 人算不如天算 丞相日理万机 荣在下告退 你坐着 是 寻衣 权德是我贤弟 你但说无妨 主公 在下孤算过 袁绍大胜之后 实力大增 现有兵马六十万到七十万 战将上千元 并雄居济清幽病四周 东临沧海 西之河内 三分天下 他自己独占一分以上 而且携大胜之势 兵风正进 在下担心 主公与袁绍的决战 就在眼前了 立刻你一道诏书 以天子之名 给袁绍赐恩赏功 马上给他加官尽绝 把他夺到手的城池土地 统统封赐给他 遵命 丞相 你不想与袁绍决战了吗 决战已经开始了 就从我的媚缘示弱开始 不过关罪 关罪 关 关 罪 平身 谢陛下 臣谨奏 大将军袁绍 成天威 率王师身兼士卒 为朝廷一举剿灭公孙瓒 收取幽州七郡之地 朝廷应于恩旨奖赏 禁封袁绍为护国公 向九夕领天下兵马大元帅 爱卿竟然为袁绍请功 朕 朕准奏 报 禁封袁绍 禁封袁绍 在淮南交涉淫逸 使得部下纷纷叛乱 据报 袁绍御将传国玉玺转赠袁绍 请袁绍称帝 自己甘为其陈属 并率领本部参与兵马 前往冀州投靠袁绍 现在玉玺还在袁绍手中 现在玉玺还在袁绍手中 他的担心 跟袁绍员 敌许 也会没什么 许臭 人家縫着 这份 这些担心 不得有礼物 加om vet 你 我依然 我依然 我们依然 准我们 想让你 陈毅绝不可使二人合兵 袁术如头袁绍 必经由徐州一带 陈对那里的山川地势 了如指掌 陈愿率军劫机 升勤袁术 陷于朝廷 皇叔壮志可佳呀 丞相 你看可好 好是好 袁术是一定要阻击的 但是刘备兵少 我怕他不是袁术的对手 那么丞相可以助他一些兵马 令他为朝廷建功啊 爱卿啊 刘备乃是皇亲后裔 如果可以让他生秦逆贼元术的话 正可大斩我列祖列宗的天威 告慰天下呀 禀陛下 丞相 臣愿以十五日为期限 如不能勤拿元术 臣愿受军阀处置 刘皇叔如此忠义 丞相 难道你 宣德 我祝你五万精兵阻击元术 但这些人马 要由朱金 陆昭二位将军之长 由他们助你出征 我令你诉促赶往徐州 阻击元术 务必秦元术回朝 刘备领命 刘皇叔 刘皇叔 国舅为何在此 刘皇叔 国舅为何在此 陛下 陛下无法出宫 他会在宫里 为将军焚香祈祷 祝将军成功 陈刘备 世慕皇恩 万死必报 庄先生 我找一下丞相 你看丞高四宫天 丞相还没起床呢 那你赶紧把丞相叫起来 我有要事相的禀报 丞相尚在睡盟中 才且万万不敢 你 你是怕丞相梦中杀人是吧 是啊 丞相睡梦中 任何人不得靠近 那我自己去 丞相 当心了 开门 刘备出宫的当天 就前往城南大营 领取了五万兵马 急忙前往徐州 丞相没听清吗 刘备他是急忙出军 急忙啊 我听清了 匆忙出兵者 怕池子生变也 刘备是人间豪杰啊 他心中暗藏大志 我早就劝丞相杀了他 丞相不听也罢 为何还容他远去啊 这下 好比是纵龙入海 放虎归山哪 一日纵敌万事之患哪 传命 钟将军张辽 田将军徐楚 率五百铁骑星夜追赶 务必追刘备回朝 我这就去判 天地之间芒芳芳芳芳 一时多少好 不强 生福又来不久长 借入大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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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留向远方 飞愤 热愉 细说梦里带心异忘 功臣顺腿早幻乡 平安心中许 不欲堆卸 平安心中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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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